他们说,一个总裁的工作需要一个大胸脏 你觉得... 你觉得你能够办理它吗? 我并不确定我的胸脏是大胸脏的 这是一件事我们在试试 真的吗?可以我写这个? 你可以写这个 就在特朗普准备更进一步时 1999年6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烂了他的计划 他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因患痴呆症多年 最终因感染肺炎离死 父亲的病逝对特朗普打击很大 他陷入了深深的被动之中 而此时特朗普依旧在想着如何为自己宣传 在父亲的葬礼上 他借此机会回忆起自己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天 更具戏剧性的是 他透露自己是在阅读纽约时报头版 报道自己失业成功的新闻时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的 与此同时 特朗普的私生活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他的前妻马拉·梅普尔斯并未出席葬礼 两人早在父亲去世前17天就已离婚 与此形成些名对比的实现任妻子梅拉尼亚 陪伴的特朗普出席了葬礼 梅拉尼亚是斯洛文尼亚裔模特 他们从去年就开始约会了 随后特朗普把突一利 转回到他父亲去世前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上 他这次应该竞选总统吗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目标 但不会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加 罗斯·佩罗 这位成功的数据公司创始人 曾两次向美国总统宝座发起重启 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2年和1996年 他都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提出了你想要一个来自你自己的政府 这一经典的竞选口号 Do you want a government that comes at you from Washington Or do you want a government that comes from you No Who do the people in Washington work for No Who pays their salaries I want to be your president 佩罗的政治观点独树一致 他既不完全属于共和党 也不完全属于民主党 他反对自由贸易 主张平衡联邦预算 并提议提高富人税收 尽管他两次都未能赢得选举 但佩罗向美国人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 他所代表的第三条道路 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多人尤其是他的反对者 将欧斯·佩罗贴上了民粹主义者的标签 不管如何定义佩罗都成功引起了选民的共鸣 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 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 获得了近18%的选票 这是80年来第三方复选人取得的最高成绩 四年后 他又以改革党的身份参选 虽然得票率有所下降 但仍获得了8%的支持率 哥朗普密切关注着这位曾一度撼动 美国政坛的商界巨词 他看到了佩罗的成功 也看到了挑战主流政治共识的可能性 佩罗的经历让特朗普相信 如果自己参选 凭借更高的知名度 完全有可能复制佩罗的成功 他甚至曾向朋友杰西文图拉请教过竞选策略 特朗普加入了改革党 并组建了一个探索委员会 正式宣布进军政坛 他频繁参加脱口秀节目 刀调地在加利福尼亚等地进行竞选活动 比豪言壮语要投入1亿美元 不仅要赢得改革党的提名 还要支取白宫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竞选策略得到了前职业摔跤手 时任名医苏达州州长的 杰西文图拉的支持 文图拉的成功案例 无意给了特朗普很大的启发 他认为自己也能像文图拉一样 从娱乐圈转政坛 成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他匆忙出版了一本书 概述了他的政策建议 甚至谈到让奥普拉成为他的竞选党 特朗普在加州改革党初选中胜出 眼看就要锁定了党内的提名 本以为他会与党内其他两位候选人 乔治·布宣和阿尔格尔携手共进 共同挑战大选 然而就在此时特朗普却突然宣布退出竞选 他公开表示 我不会再执政了 你们知道改革党正在自我毁灭 内斗 正在吞噬这个党 特朗普认为改革党无法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持 但许多人认为 这只是他退出竞选的借口 即使改革党日渐衰落 他完全可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并获得大量自仇自尽的支持 而特朗普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他坦言自己无法承受失败的打击 如果参选却没有赢得选举 那么他将会成为一个失败者 而这对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但特朗普并没有关闭未来竞选的大门 当被记者问起他是否会考虑再次参选时 他说他会在几年后考虑 时光流转 就在911事件发生百年后 一位名叫马科·伯内特的男子 找到了特朗普 他刚刚制作完成了一档 名为幸存者的热门电视节目 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将这个节目搬到董事会会议室 打造一档全新的商业晋级争门秀 伯内特向特朗普发出邀请 希望他能成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之一 特朗普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 几年后当学徒的首期 在纽约这个全球经济的 引擎轰鸣的城市播出时 每周有超过2000万观众 屏息以待目睹选手们 在残酷的商业竞技场上 阵风相对 然而真正的焦点是特朗普 NBC电视台迅速意识到 特朗普的强大号召力 决定围绕他打造整个节目 在第一期的《开场白》中 特朗普申请回顾了 自己几年前的困境 学徒无疑是特朗普主持生涯中 最闪耀的时刻之一 这档节目不仅让他收获了巨大的名气 更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据估计他从学徒的薪水 版权费以及其他衍生收入中 获得了近5亿美元的收入 然而随着21世纪初 科技行业的崛起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特朗普的房地产大亨形象逐渐被淡化 尽管如此凭借着学徒这个平台 他成功地将个人品牌打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业底谷 每周数百万观众通过电视音频 见证着这位商界巨子的生活方式 必将他视为成功的典范 可以说学徒是促使特朗普 从房地产开发商转型为个人品牌经营者的关键一步 2009年正值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和政治动荡之际 特朗普即将推出他的新书 《像冠军一样思考》 北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而奥巴马的当选也标志着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客 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 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他重新成为了共和党人 这个决定似乎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格格不入 就在这一年 特朗普结识了纪录片导演史蒂夫·班农 后者正在拍摄一部关于金融危机的纪录片 班农是美国保守派政治变迁的一个典型代表 强任高盛投资银行家的他 随后投身媒体行业 并最终成为极右翼新闻网站 Fiber News的执行主席 成为美国政治舆论场上的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2009年班农和特朗普在位于 曼哈顿的豪华公寓中会灭 特朗普将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比喻为 美国曾经与日本的经济对抗 认为中国正试图以类似的方式 掠夺美国的经济利益 当时美国正经历着严重的金融危机 民粹主义思潮在社会上蔓延 许多美国人认为 美国正在走下坡辱 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感到拌忧 班农和特朗普的观点 无疑迎合了部分美国民众的焦虑情绪 没有哪个群体比查党运动的支持者 对奥巴马政府更失望 他们反对大政府自由主义 对奥巴马政策持强烈批判态度 查党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崛起 一方面是源于对奥巴马政府的强烈固满 另一方面也是多年来 激距地对政府干预 福利膨胀等问题的愤怒爆发 查党运动没有明确的纲领 反而以反对现行体制为主要诉求 这使得它的边界非常模糊 为了表达对政府的固满 数十名查党活动家 积极参与了共和党初选 挑战传统共和党建制派 尽管查党运动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 展现出了强大的能量 但共和党却一直苦于寻找一位 能够充分代表并赢打这股力量的候选人 使多共和党选民希望叹到一位 敢于直言、个性鲜明 能够坚定捍卫保守价值观的领导人 他们渴望一位熟悉并深受他们喜爱 甚至敢于发表一些激进言论的政治人 能够成为他们的本言人 2011年初 特朗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C上 发表了一场被守关注的演讲 他站在台上向台下的共和党支持这么喊话 称那些支持奥巴马的共和党候选人是失败者 他引用杂志上的报道 夸耀自己的商业成就 并承诺如果当选将废除奥巴马意改 这番言论非常具有特朗普的个人风格 自信之白 却不乏夸张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甚至声称奥巴马的当选是他始料未及的 不过观众不买账 他可能会放弃竞选 他们曾打懂特朗普会在整个会议中 发表最受欢迎的演讲 然而他在演讲中提问奥巴马的出生地 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在模仿当年 他对中央公园无少案的反对态度 二十多年前 特朗普善于利用人们的种族偏见 来制造宣传效果 他甚至公开质疑奥巴马的国籍 并要求他出示出生证明 声称其中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场争议在特朗普2012年的总统竞选早期 引发了广泛关注 使他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他运用了多年来 在曼哈顿房地产领域积累的 场作控舆论的技巧 占据了选民隐藏 最终奥巴马不得不公开 他的出生证明 以平息质疑 奥巴马对此的回应 并不只是简单澄清 其周后 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 他用一场犀利又幽默的演讲 回敬了特朗普 为自己报了一箭之筹 奥巴马的机制和从容 赢得了在场众人的喝彩 没有人比特朗普更为自豪地宣布 出生证明事件 终于告一段落 他表示 这样他就能重新专注于 更重要的事情 比如探索登月是否是伪造的 然而这场闹剧带来的羞辱 并未就此结束 特朗普对此事的回应 包含不甘 但最终他不得不退出竞选 与此同时 尽管支持查党议程的候选人 曾掀起一阵热潮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米特朗姆尼却未能激励足够多的选民 在选战中 这位彬彬有礼的摩门教徒 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创始人 写得过于中规中矩 未能点燃七层的热情最终败备 很多人原以为特朗普在政治上的兴趣 会因挫败而逐渐消退 转向其他领域 但事实证明 情况正好相反 他对政治的兴趣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愈发浓厚 与此同时 那是以追随特朗普为职业的人 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活跃在工作事业中 似乎预示着他的影响力 正在以另一种形式连续 这并不令人意外 阿朗普对不感兴趣的事物 往往缺乏持久的观图力 但一旦涉及到他真正关心的议题 比如说西区铁路战 他就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坚定 与此同时 美国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新闻媒体的两期分化日益严重 各种替代新闻来源 如Fightbar News开始斩无头角 阿朗普敏锐地察觉到 这些新兴媒体 填补了传统媒体所忽视的市场空白 一开始利用悉心的社交媒体平台 如Twitter 来传播与这些媒体相似的观点 这种现象导致了美国许多地区 政治光谱的右移 形成了所谓的红潮 共和党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 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不仅赢得了参议院控制权 还扩大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这场胜利的关键在于 他们成功利用选民对犯罪、边境安全 以及来自中国等国家威胁的担忧 这一策略奏效了 尽管很多候选人在选战中 顶着净负面的支持率 仍成功当选 这种现象在民调专家的记忆中极为罕见 特朗普始终坚信自己有能力成为总统 但现实是他从未获得过 赢得总统选举所需的主流政党的真正支持 然而形势似乎悄然发生了变化 随着问题日益复杂 美国人尤其是共和党选民 太史倾向于接受更激进的解决方案 这种氛围为特朗普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在两党内 没有人能匹敌特朗普的个人魅力和公众知名度 如果他能将这种影响力 与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主张结合起来 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极具竞争力的组合 为他的政治生涯带来新的转机 2015年6月16日 特朗普在妻子梅拉尼亚的陪伴校 从特朗普大所的自动辅体上缓缓走向 背景音乐响起尼尔扬的摇滚自由使劲 站在一众支持者面前 他郑重宣布 他的演讲一开场便充满批判 哀叹美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胜利荣光 成为所有问题的垃圾场 他指出数十亿美元被浪费在海外战争上 带来的只有死亡和士兵被遣返 毫无实质成功 而国内经济则持续疲软 尤其是在奥巴马移改和贸易协议的影响下 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到中国墨西哥等国家 格朗普的言词强烈且情绪激昂 刚用简单直白的话语 描绘了一个需要拯救的美国 这也成为他竞选风格的标志 为后续的政治崛起奠定了机 公和党人似乎并未真正认真对待 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而特朗普的竞选次得成为一个关于回归的故事 他策划了一场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回归之一 并声称他可以为美国做同样的事情 尽管主流媒体从未真正严肃看待他 甚至将他的竞选演讲视为笑话 一些评论者调侃道 我现在就给你拍一张竞选支票 许多人质疑特朗普真的认真竞选总统吗 然而事实证明他的竞选并非笑话 而是深思熟虑的计划 特朗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竞选 建立团队 雇佣专业人士 并与司通和班农等政治顾问 保持紧密联系 尽管公众对特朗普的看法不一 但他的竞选战略却聚焦于贸易和移民等核心问题 特朗普用事实证明 他并非一个玩票的候选人 而是一个有备而来的挑战者 特朗普的顾问们很清楚 他的观点能够与选民产生共鸣 顾问们曾建议他在演讲中谈及移民问题 并用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墙作为比喻 然而特朗普却将这个比喻视为实实在在的提议 并坚信这一直觉是正确的 事实证明他的直觉大获成功 这堵墙虚实成为他整个总统竞选活动中 最引人兔目的标志之一 让他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受到关注 也让这一体牢牢抓住了选民的倾向 尽管主流媒体一度将特朗普视为笑料 共和党的领导人却对他充满警惕 在他们眼中特朗普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威胁 甚至是他们最可怕的噩梦 他也是考虑到他们曾试图通过 向少数主义选民伸出橄榄枝来赶散戏 特朗普的出现 让这一努力显得苍白无力 也让共和党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凸显 尽管建制派共和党人 制图各置他的势头 但很快发现他们无能为力 2016年的共和党初选 彻底变成了特朗普的个人秀 他毫不掩饰地攻击对手 称不喜欢的女性为 肥猪狗 拉他鬼 和令人厌恶的动物 特朗普利用推克塑造自己 用犀利甚至冒犯性的语言 持续吸引官土 他不仅将政治变成了一场 全民讨论的必看节目 更让选民对他产生了 难以忽视的兴趣 在一次公拍辩论中 当对手暗示他的手小时 特朗普直接回应 打过我的手帽 没有没人打过我的手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 看看这些手是小手吗 如果我的手小 其他地方一定也小 但我向你保证没问题 我保证 这番回应不仅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还凸显了他独特的无所畏惧风格 特朗普以他的语言攻击 和争议性表态 不断主导媒体 证明了他在这场初选中 是不可忽视的历练 特朗普的知识率 很快在民调中深至首位 尽管他本人并未预料 能维持这一位置 但他的竞选活动势头 却不断增强 海外事件的接连发生 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态势 2015年12月2日 一对穆斯林夫妇在加州 圣诞带迪诺的工作 圣诞派对上制造枪击案 造成14人死亡 而就在此前的11月 巴黎发生恐怖袭击 导致130人遇难 这些事件成为全球焦点 也让特朗普迅速抓住机会 升级他的竞选话题 他在公众场合呼吁 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在标志着他在竞选中对穆斯林的态度 迈向了更为极端的阶段 特朗普的对手们 本以为这次托住了他的把柄 认为如此极端的言论 会按照总统竞选的常规规则 导致他失去支持 然而现实却出乎意料 特朗普非但没有因此失分 反而进一步巩固了支持记者 选民们似乎对党内传统规则毫不关心 对他的反常规风格和直接言辞 欲加认同 对下竞选逐渐变得不只是政策 和政见的较量 更是一场关于态度和情绪的选民 动员游戏 可特朗普无疑成为了主导者 相反选民们似乎在奖励特朗普 认为他以一种真实的方式 谈论问题 他本人也逐渐意识到 自己仿佛身体拟翼盔甲 即使说出一些相当离谱的话 他也能安然无恙 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发生两个月后 特朗普的民宿首次以积极候选人的身份 出现在爱荷华州党讨会议的选票上 这标志着共和党初选正式拉开帷幕 也标志着特朗普从争议人物 迈向竞选主角的转折点 他用极端言乐和个人美丽 持续吸引选民 彻底改变了传统选举的规则 尽管在民调中领先 但在爱荷华州党盘会议上 特朗普仅排名第二 仅次于泰德·克鲁兹 这一结果 让许多人 尤其是主流媒体感到松眉口气 他们认为 这场疯狂秀终于接近尾声 成年人将接管局面 然而他们低估了特朗普的任性 这只是他的开始 接下来的初选中 特朗普迅速赢得新罕布什尔州 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胜利 尤其是在南卡州 这个非裔美国人占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州 他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 随着形势的演变 特朗普的对手们 不得不面对一个惨酷的现实 如果他们想阻止特朗普获得体名 就必须联合起来 共和党初选的战线迅速收窄 仅剩三位主要竞争者 特朗普、泰德、塔鲁兹和俄亥俄州州党 约翰、塔西奇 那些希望看到特朗普失败的人 既希望于他会在接近终点线时 因压力而崩溃 而事实证明这个猜测过于乐观 特朗普在初选阶段的连胜 不仅令他的支持者信心倍增 也让他的反对者陷入了更大的焦虑 尤其是在2016年初 人们开始质疑特朗普的纳税申报单 工厂情况下 严肃的候选人会在公开审查中 自愿披露自己的纳税金 然而特朗普却选择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他并没有公开自己的纳税申报单 而是声称正在接受审计 他还补充到 已知道唯一关心我纳税申报单的人是记者 特朗普深知若公布这些文件 纳税申报单中可能会揭示出 变远不悦的细节 例如巨额债务 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商业交易 因此他选择了不公开纳税申报单 而是编造了一个借口 以此避免了外界的进一步审查 克朗普之所以能够以正在接受审计为由 避免公开他的纳税申报单 实际上是他如何在法律上 巧妙应对挑战的一个例子 即便如此 这一策略也帮他击败了竞争对手和批判性的媒体 随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 特朗普在代表票的技术中遥遥领先 他在56场初选中赢得了41场 看起来一切都已成定军 尽管泰德特鲁兹竭尽全力 试图说服代表们改变支持立场 但就像共和党内所有试图阻止特朗普的努力一样 这一常识最终也失败了 这一时刻几个月前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实际上早已注定 格朗普成功地策划了一场对共和党的恶意收购 并让这一过程看起来轻松而无忧 埃朗普善于利用美国社会和经济中 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 并凭借个人魅力 大胆说出了许多人不敢到达的观点 就离他第一次考虑猜选 已经过去将近30年 他已经成为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准备与经验丰富知名度极高的对手 希拉里克林顿一决高下 这两位候选人堪称截然不同的代表 克朗普作为一位来自亚迈加庄园的 傲慢房地产开发生 凭借强大的意志力 长行闯入了美国的国民意识 而克林顿则是曾任国务卿和第一夫人的资深政治人 从大学时期便为竞选总统做好了长期准备 许多人当时相信克林顿会在11月的选举中轻松获胜 毕竟他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知名度 建制派当然希望希拉里克林顿能够获胜 那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不仅需要应对一系列指控 还要面对数千封被维基解密黑客 入侵并公开的私人电子邮件 这些邮件来源于他的竞选主席 约翰·博德斯塔里面曝光了不少敏感内容 克林顿的团队意识到 直到选举里 他们都必须与这一问题作斗争 在泄露的邮件中 民主党高层频繁讨论如何破坏 管理伊桑德斯的竞选 这些内容成为了公众和媒体的焦点 对于共和党而言 民主党全国委委会在此时遭遇黑客攻击 无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政治局势的变化 令竞选歌曲更加复杂 自从联邦调查局 对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 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展开调查以来 共和党一直试图将民主党人的信息安全问题 作为选举争论的焦点 这些泄密事件为他们提供了攻击 希拉里个人道德的机会 看起来是特朗普攻击他的绝佳素材 他们声称希拉里的行为是故意的 蓄意的 但尽管泄露的电子邮件 看似为特朗普激攻了有利的攻击点 实际上这些材料并非全都对他有利 泄密事件带来的影响既复杂又微妙 并不是单纯的政治利剑 事实上 希拉里和他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特朗普 一直试图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特朗普似乎如此青睐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两人的关系至少可以致数到2013年 当时可以得上学问 普京是否会参加 穆斯科的环球小姐选美比赛 并且表示 普京是否可能成为他的新朋友 虽然揭凡言论当时显得有些奇怪 且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但随着实践推移 普京的行为越来越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普京不仅派遣俄罗斯军队 吞并克里尼亚 还破坏了乌克兰领选政府的稳定 而乌克兰本是美国的盟友 早在这之前 普京对法治的漠视就使他成为了美国 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之一 特朗普对普京的态度 无疑成为了他竞选期间一个无法回避当正义 特朗普似乎确实非常钦佩普京 尤其是普京的强人政治风格 这引发了人们的猜问 特朗普是否在俄罗斯有商业利益 俄罗斯是否掌握着关于他的某些不利材料 为什么特朗普对此问题表现得如此回避 有记者问道 以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有关系吗 特朗普回答 我和普京没有关系 反而尽管如此 特朗普始终不愿批评普京 自于他向美国选民宣传的核心理念向矛盾 他曾表示 自己将在漫长的商业生涯中磨练出的谈判技巧 用于防止美国被其他国家欺骗 但在普京问题上 他的立场却显得格外宽容 如果俄罗斯愿意在美国大选中干预 为什么特朗普要阻止他们呢 这一点让人不禁怀疑特朗普对普京的态度 是否仅仅出于政治利益 或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此外 特朗普认为经过40年的公众曝光 无论是好是坏 美国人早已了解他是谁 随着竞选活动接近尾声 希拉里·克林顿在民意调查中 建立了微弱但明显的领先优势 如果这种优势能够持续到选举之夜 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然而在大选前的一个月 两个意外事件打破了竞选局势 《华盛顿邮报》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特朗普与电视节目 走进好莱坞的主持人 进行了对话并发表了侮辱女性的言论 这段视频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成为了选战中的重大变数 这段录音成为了特朗普批评者攻击她的有力武器 暗示她粗鲁蔑视女性 因为她不适合竞选总统 特朗普深知这段录音的影响力 他知道这次事件对他来说非常严重 因此他做出了竞选中的首次公开盗窃 或许也是他成年后第一次真诚的盗窃 他说我从未说过自己是完美的 也没有假装过自己是完美的人 我说过和做过一些让我后悔的事情 今天曝光的这段十多年前的视频 就是其中之一 竞选活动一度陷入困境 部分人士甚至要求特朗普退出 但他并没有考虑这一点 相反他抓住机会筹划反击 他承认自己曾说过一些愚蠢的话 但他指出其他人也有言行不当的例子 尽管他本人有缺点 但他的对手也并对完美无趣 这一策略取得了意外的效果 人们开始更多地讨论特朗普的果敢 和比尔克林顿的仇闻 走进好莱坞的录音带 让特朗普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主流媒体 民主党人 甚至部分共和党人 希望他退出竞选 那么他的支持者将因他勇敢 反抗或支持 这对特朗普来说像是一枚荣誉徽章 他非常乐意佩戴 然而竞选活动依然发现了一个意外转折 FBI重新启动了 对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 使用问题的调查 职长詹姆斯·特朗普在治国会的信中解释道 调查发现了与另一起无关案件相关的电子邮件 特朗普决定重新审查克林顿 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的事件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震惊了公众 但似乎为时已晚 选取之夜 特朗普并没有预料到自己回忆胜出 尽管如此 他享受着与胜利愈发接近的感觉 也乐于看到这场竞选围绕他展开 纵容他的一去 他在特朗普大厦的顶层公寓度过了这夜 而希拉里则预定了贾维特中心 一个带有过立天花板的会议场所 希拉里·克林顿曾以为自己能够突破那个玻璃天花板 而这个天花板恰好建在特朗普在1970年代曾拥有的土地下 克林顿和特朗普都将大量精力集中在某些关键摇摆州 而北卡罗莱纳州便是其中之一 最终特朗普赢得了北卡罗莱纳州和威斯康辛州 成功突破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 尽管他的总选票比预期少了近300万张 但特朗普赢得了他需要的关键咒诺最终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 在竞选初期几乎没有人认为特朗普会参选坚持到最后 或者赢得党内提名 更没有人相信他能够赢得大事 然而他最终做到了 这对许多人来说似乎不可思议 但对特朗普而言 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期之内 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两个半月后 在一个寒冷的一月 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他的当选标志着美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他整个竞选过程和总统生涯中 特朗普深刻地改变了美国 他抓住了美国社会的裂痕 并将其彻底撕开 创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 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竞选总统 继续发推特做商界大佬 不是更轻松吗 答案是特朗普一直渴望证明那些看清他的人是错的 有时候这些人是他深爱的亲人 比如父亲 但更多时候他是受到让批评者闭嘴的驱动 主流媒体从未认真对待他 而当权派总认为他不配担任更高职务 还有许多人在他最需要时抛弃了他 正是这些挑战和批评成为他不断追求成功的动力 对于特朗普来说 没有什么比接管那些沿海精英 没有如此看住的总统办公室 更能回应他们的方式 更何况这也是他向父亲证明自己是一位成功者的机会 我不认为人们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也不喜欢过多分析自己 因为有时我可能不喜欢看到的那个自己 那是很简单